灌篮高手电影版完整彩蛋解析 一共18个你可能错过的细节上集 日本殿堂级热血篮球漫画 灌篮高手 Slam Dunk的电影版 灌篮高手的First Slam Dunk已经正式上映 除了将大家期待已久的《山王之战》放到大荧幕 电影里还包含着很多的细节及彩蛋 将整个灌篮高手故事更完整地呈现大家眼前 以下是电影灌篮高手的First Slam Dunk 里找到的18个彩蛋分析 一 冲绳宾比嘉岛阿摩美酒之墓的大岩石 漫画版一直没有提及工程良田是冲绳人 直至电影版才透露工程一家从小在冲绳生活 长大后才搬往神奈川县 事实上工程是冲绳的一个很普遍的姓氏 根据电影中几个冲绳场景 推测工程良田是住在羽流麻市 是 羽流麻市位于冲绳中部 工程良田跟各个工程宗泰的小基地 可能是通往旅游景点 位于冰比嘉岛的阿摩美酒之墓非常有名的大岩石 另外与流麻市有很多有瓦石墙契城的小乡村落 与工程良田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相似 而事实上冲绳还有很多乡村都拥有这样的石墙小 像冲绳冰比嘉岛阿摩美酒之墓的大岩石 左下就是工程良田及各个工程宗泰的秘密小基地所在之处 冲绳很多乡村都拥有这样的石墙小巷 工程良田一家就是住在这些房屋里 二 工程良田及工程宗泰打篮球的球场原型 大家眼睛够立的话可能留意到工程良田小时候和 哥哥工程宗泰打篮球的篮球场 篮板并不是平常见到的长方形 而是顶部较为曲线形四角被削掉 有日本网民发现冲绳铭户是听监区 有一个类似的篮球场 三 工程良田的哥哥工程宗泰是胡人球迷 工程宗泰所属球队穿着的球衣是黄色 他的converse篮球鞋是黄紫色 打的篮球也是黄紫色 提到黄紫色相对应NBA的球队 自然就是洛杉矶胡人队 另外在工程良田的回忆中 当他在小学比赛输了之后 回到家中哥哥的房间 回忆起哥哥在房内的情况 墙上贴着一张篮球海报 海报里是一位穿着黄色球衣的 32号球员的照片 旁边还有两位绿色球衣的球员 海报暗示了这位球星 是同样穿着32号球衣的胡人船 其球星魔术强森Magic Johnson 而黄色球衣对上绿色球衣 自然是NBA最经典的 黄绿对决胡人对塞尔提克 4.The Best Player T-shirt 工程宗泰是MVP 同样是工程良田 在工程宗泰房内回忆的一幕 房内的墙上挂着工程宗泰的 7号球衣及一件黑色T-shirt T-shirt上面印住 The Best Player最佳球员 这暗示了工程宗泰 拿下了比赛的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最有价值球员 成为了赛事的最佳球员 5.工程良田 穿着7号球衣的原因 以及红色护腕之谜 大家都知道 工程良田 在湘北队穿着的球衣 是7号 而他穿着7号球衣的原因 是因为他过世的哥哥 工程宗泰 同样也是穿着7号球 1.在灌篮高手漫画中 湘北队山王工业时 工程良田 戴上一黑一红 单手两个护腕 当初有不少人 对他戴两个护腕 有不少疑惑 以为只不过是湘北队的主色 但在灌篮高手的 First Slam Dunk电影中 就将这个原因 解释得一清二楚 这个红色护腕 就是他哥哥 工程宗泰所穿戴 也是在工程良田小时候 在工程宗泰喝水时拿走的 6.所有人的梦想之初 刊登最强山王的篮球 杂志 灌篮高手漫画里 在湘北对上山王工业时 赤木刚线回忆其他称霸全国的梦想之初 就是看到了一本印有最强山王的篮球杂志 而电影里这本杂志也有出现 工程宗泰也是看到了同一本杂志 才有打倒山王的念头 并跟工程良田分享 他要在高中时参加全国大赛 将最强的山王工业击败 漫画版及电影版的那本杂志封面 都是以最强山王为标题 并同样以山王工业的一位四号球员做封面 摆出的姿势也是一模一样 足以证明让工程宗泰及赤木刚线 有了称霸全国 打倒山王的梦想就是同一本杂志 不过电影版将这本杂志绘画得更详细 例如加上了最强之秘诀 权益百名剑等字眼 让他看起来更像一本篮球杂志 对了三井兽曾说过 他也有看过那本杂志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开始 让他有了称霸全国的梦想 7.利用手绘漫画介绍湘北及山王工业的进场 锦上雄艳早就用过了 看过灌篮高手The First Slam Dunk的朋友 必定会觉得介绍湘北及山王工业的进场方式非常特别 锦上雄艳利用手绘漫画的方式将湘北及山王工业的主将进场 简单又特别的描绘出来 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这个手绘漫画方式 他早在1998年就用过 当时锦上雄艳为日本化妆品牌资生堂 Shiseido制作过一部以灌篮高手 湘北球员为主角的男士体香喷雾广告 就是用了这样手绘风格 这次锦上雄艳在灌篮高手的First Slam Dunk中再次用上这种方式 8.神奈川食堂团地宫城良田的公寓新家 在宫城宗泰过市之后 宫城良田的妈妈决定一家搬到神奈川县 电影中可见宫城良田一家搬到一个较密集的住宅区 在楼下的空地练习运球也会被邻居大妈投诉 这个住宅区就是位于神奈川的食堂团地日文 食堂团的团地是日本由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新建的密集市住 宅区租金较低适合低收入家庭或外来人士居住 十分符合宫城的妈妈为家中唯一经济支柱 一家三口从冲绳搬来的身份背景 宫城一家经常走到附近的沙滩就是食堂海岸 Google Map显示从食堂团地步行到食堂海岸 只需15分钟 相信他们一家选择食堂团地不但租金交易负担外 他们喜欢居住在和冲绳一样近海的地方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9.Converse Conquest Me 篮球鞋及Andy太级篮球鞋 宫城良田穿著的篮球鞋 多次在灌篮高手The First Slam Dunk中出现 包含比赛中被三井兽等人围殴等桥段 这双球鞋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名称为Converse Conquest Me篮球鞋 在灌篮高手漫画之中 他同样穿著这双篮球鞋座 战 这大概是因为哥哥宫城宗泰 同样也是穿著Converse篮球鞋 于是宫城良田也跟随着哥哥的步伐 另外在电影 灌篮高手The First Slam Dunk结局 宫城良田在美国对上泽北融制时 宫城脚下换上了新的篮球鞋 Andy太级 Tai Chi 这双篮球鞋 是在灌篮高手漫画完全版的第五集 作者锦上雄雄艳新会的宫城良田封面上出现过 Andy曾经在美国是风靡一时的街头篮球品牌 太级更是Andy篮球鞋中的经典之作